哈喽大家好,我是飞行员 当一把游戏排到八位国服务持强权手是什么体验 并且双方都是拿到战力英雄 这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能够多好看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对局 一级对线季晓满,看到他上了抢线 只要没被击飞就已经赢了一大半 边走边围,追着一顿桥 来到四季线直播,赖神空拉 导致季晓满吃到后白冰 等赖神再回头吃钱,两人几乎同时生死 此时有了大招的季晓满灵活无比 即使困住也很难杀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主动出击 很明显他高估了自己的伤害 又低估了老夫子的犯大能力 这部来神推掉防御塔 顺便拿河蟹最后清完兵线 此时没有二斤的老夫子 并且不是满血 在被鸡小马对闹的情况下 还能此理逃生 等来神再次复活 刚清完一波兵线又被抓 没事 这两个组合抓我一波 我死的一波 反之不了 最搞笑的是赖人复活后 这回把云中军捆在龙坑里 都能让他跑掉 龟 还能这样的 他把我摔出去 他人在里面 接下来局势进入白热化阶段 此刻鸡小马又跳上来送了一波 爱神钢睡水推舟 拿下两座防御塔 好 打消耗 打消耗 现在跟他们打 中路大弯度 看他们谁不服 好 只要散散 他们没大招 打那个谁啊 还越来越多哈 再把这个拉着的解决掉 解决掉 又拉我 找死 我得好 谁看 不可能 不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神钢阵容优势越来越明显 不到十分钟就将对面平腿 来大招了 你大招了 抓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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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拉到 没拉到 我来卡牌 我来卡牌 你冲 看啊 这个 看啊 你挺多吗 抓换 慢慢来 抓换 抓换 来吃奶 我们五个人再来一罐 吃奶 我不用吃奶了 我没啥 拉我了 拉我了 下来赖哥 关注我一下 关注我一下 赖哥 抖你了 抖我了是吧 那行吧 别急 我注意到你的 我看 四个五十强 每届都是战地的 看海越 海越也是五十强 对面五个五十强 五个小活动 都是战地 这才是正常的局 你知道吧 队友也都是五十强 都是战地 打的就非常好看 但是说实话 对面阵容打算不行 好吗 好